第四个供养祝福 人要修福 世出世间 最大的福天 无过于福度 所以供养福 能修大福报啊 用什么方法 真正供养福呢 给主说 弘法利森 是真正供养福 让社会大众 对佛法本来的面目 认知了 不再误会 佛教是迷信 佛教是宗教 这叫真正对佛 尽孝心 一定要晓得 释迦牟尼佛当年 现在是一生 为我们所实现的 求学 教学 十九岁出去求学 三十岁 觉悟 明白了 大车大悟 觉悟之后就开始教学 教了一辈子 七十九岁 圆寂 在四十九年当中 没有一天 他不教人 教学从来没有尽端过 要知道 一个人去找他 他教一个人 两个人去找他 他教两个人 十几个人找他 他就教那十几个人 几百个人教他 教他 那就教几百个人 我们在镜上看到的 一生 讲经三百余会 那三百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办活动 班班教学 办活动 三百多次 大的活动 人很多 上千人 时间长 有两三年的 小的活动 一个人来找他 两三个小时 一天两天 所有活动 所有教学 佛灭度之后 这些弟子们 加世阿南 来领导 同学们 聚集在一起 古巴 大阿罗汉 由阿南尊者 把世尊当年 四十九年所说的东西 重新讲一遍 阿南尊者是弟子当中 记忆力最好 几乎他有这种能力 听一遍之后 他不会忘记 他来复讲 同学们替他做证 这五百阿罗汉同学们 做证明 阿南讲的没错 佛确实是这样讲的 这记录下来 就成为经典 六个后人 所以供养佛 是这种供养法 佛陀在世 你看他的生活都简单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他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啊 他要后世的学生 世世代代的 把正法 传下去 正法 救助 这是佛的愿望 有佛陀的教育 就能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历苦的路 这是对佛的真供养啊 这是对佛了 真报恩啊 是对佛陀的病人 以为我感觉到 是对佛的重心